好 我們就開始吧 好 我們更新 文藥先講一下 23個小時 那兩位好 其實這一個 這一個藝術圈 最早是我們 跟新樂園 新樂園藝術空間那邊想說 是不是這次能夠邀請一些 藝術圈的人 來到Postcard來 給予科技圈 或是資訊圈這邊的一個 衝擊 因為其實 我從去年開始跟 新樂園那邊做一個合作 就會發現說其實藝術家那邊 想思維想的事情 跟我們資訊圈這邊想的事情是有很大的不同 有很大的落差 那所以我那時候就提出說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請 在藝術圈這邊非常 有名望的人 等一下不好意思 然後來到 Costcard 是不是一來是說 吸引一些藝術圈的人到 Costcard來參加 然後另外就是說 在Costcard裡面 因為Costcard是很流動的 所以永遠都不知道說 底下到底做了什麼人 其實這樣子也蠻符合我原先的一個期待 就是說那是不是有機會 就是藝術圈的人跟 資訊圈的人一起混亂 坐在底下 也就這樣子 如果 聊開了那自然是更好 那如果說沒有 那也沒關係 然後是不是能設定一些議題 然後來做一個 所以本來其實是有點會眾參與式討論 什麼開放空間技術 最早是這樣的想像 但是後來評估下來 因為我們後來去找另外一個人討論這種會眾 去推動議程的這種討論會 我們去找那個 攝影圖書室的草良兵 他們曾經辦過一場就是這樣 草良兵有來過這邊我們有聊過 他們就有辦過一場這類型的講座 可是我們就有考量到一件事情 因為人流動的速度 真的太快了 以COSCUP的狀態來講 所以他可能沒有那麼適合 真的完全都有 那個 會眾來推動 就不是傳統的OST 所以我們這邊的想像 就是 我們這邊的想像 最早我跟建勳的想像 其實是在想說 因為COSCUP 號稱開源的年會 只要認同開放文化的人就能來參加 但是藝術圈一直以來 對開放文化一直有 就是也不是說 就是他們對於開放文化這樣子的理解 其實是跟資訊圈是不太一樣 可是上次我跟那個 耿一位老師 心電子實驗場他非常了解這個 就是混搭什麼東西 可是像我們在 在新樂園那邊也好 或是在其他的地方 包含像草陽明到現在 他也不見得還真的很知道說 COSCUP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覺得要看媒材 有些媒材比較是獨立創作 有些媒材必須眾人一起創作 越靠近後面就越了解我們在講 越接近那樣的狀態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 那是不是可能 對開放文化這本身 然後用一些 一些理論 藝術圈比較熟知的理論 所以那時候就找了黃老師 因為黃老師在這方面 真的是非常厲害 確實非常上場 然後同時其實黃老師也做過很多 跨領域的這種對談 像最早 建勳一直推給我那一場 就是那個跟初音對談的那一場 對那一場真的 對那一場 對我來講 對我們一些朋友來講 看的真的是非常新鮮 很可惜資訊圈沒有太多人有看到這一場 不然其實這樣子的對談 我相信對資訊圈而言也是一個很特別 而且很有衝擊力的一個講座 所以這次 這次題目這樣定其實是希望說 能同樣用兩邊都看過的名詞 都守之的名詞 無論是開放也好 民居也好民主也好 然後一方面邀請 藝術這邊作為算比較資訊圈的代表 另外一方面邀請黃老師 作為比較藝術圈的代表 然後對同一個名詞 然後做出兩個領域 不同領域的詮釋 我理解 然後看這之間的這樣的對談 能不能做出一些碰撞 讓藝術圈的人知道說 原來資訊圈聊5G 聊民主是這樣聊的 然後讓資訊圈的人知道 藝術圈的人說 原來藝術圈的人看5G 看民主是這樣看的 這個是我們最早在策劃 這個系列的算是 所以我們現在關鍵字 就是5G跟民主了嗎 沒有我只是舉例 那個黃老師已經有列了一個提綱 對啊我知道 那目前我看那個提綱 我覺得那個提綱掌握的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一方面不會太難 就是以那個字面上來講 參與者應該都可以 相對容易知道說那個是在講什麼 就是一個老少賢儀的概念 對老少賢儀的概念 但是我不希望內容老少賢儀 就是我們希望那個 就是我們的年紀可以聽得懂 老少就算了這樣 我的期待可能是說 它可能看著這個標題講說 民主嗎 它可能知道些什麼 然後進來之後獲得全新不同的 的知識架構等等 就是我比較會期待 奇怪的知識增加 對 這是我比較期待 也會比較希望說 也能透過這個講座 讓資訊圈的人不要總是這樣子思考 然後藝術圈的人總是那樣子思考 所以提綱五個嘛 5G民主佔兩個嘛 那其他還有跨領域嘛 然後還有台灣嘛 然後以及文化政策 是 然後我在想就是說 因為剛剛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 我蠻想 就是我們可以去談開放 對 所以什麼叫open 就是倒過來從第五點開始談 對 ok可以啊 好啊 open 因為其實非常剛好 就是 如果這一場論壇的指標標算 合謂開放剛好在早上十點 其實是一場新手議程 原來如此 對 早上十點其實在新手的一個教學的議程裡面 就有一場就叫合謂開放 那我其實非常期待說 同樣的內容 因為早上那個新手議程他已經是聊說 開放文化是什麼啊 等等 那我們或許下午這一場 我只是想像 接著實力多到百令國 對 可以接下去 或許可以提出更全面的 或是更多元的那種 論述 然後去詮釋 因為像我自己現在在危機工作 對 我自己目前就會覺得說 好像對於開放 好像對於台灣的某些文化管制而言 開放沒有那麼大的吸引 對 那是不是可能在這樣的論壇之後 去點出這件事 然後去點出一些 開放上面比較積極的 比較積極的幫助 對 不過我想這個國強也一定會處理吧 他不可能不處理啊 畢竟他在查的新手議程 這是他的專長 OK 好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並不是說我們要去挑戰質疑 這個國強的東西 而是說把它再深化 再深化 因為其實新手議程 可能法國他不會做太多太深入 他可能會分享一些開放的經驗 對 那當然我也很期待說 黃老師這邊可以提出一些理論 去質疑這個部分 然後能有這樣的一個碰撞 讓兩方的人都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新的思考方式 這也是我們這一軌最早策劃的主意 我們這一軌我們請了 就是除了下午這一場以外 早上這三場其實都請了從來沒有參加過House Cup的人 然後來聊聊他們怎麼看開放這些事情 對像早上第一場就是朝陽兵 然後第二場是鴨平 第三場其實是張正義 也是維基的理事 但是他也是 也比較 比較是做音樂圈那邊的事情 然後來談談開放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希望說能夠給 就 就 亞平就曾經說了嘛 可是看不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是 OK 第一次來就當講者 非常好 對啊 朝陽兵也跟我講類似的話 對啊 朝陽兵也跟我講類似的話 嗯 我 而且其實在 我也參與CostCover一段時間 我其實也覺得 其實CostCover也 坦白講 有點太多技術的討論 可能沒有那麼多非技術的討論在裡面 就算有可能也都比較會是 心得分享類的 或者是社群經營歷程類的 所以也希望透過這個系列的議程去補強可能資訊人在論述上面的一個能力跟這個缺口 因為CostCover的Cover還是C先 再U 再P P 有種第三部門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是要反轉他P 這個Promoter先行 對 這個就算你不是Coder你是Promoter 就來來就對了這樣 我覺得這很好 就理念先行 就是Coder這個再說這樣 OK 所以我會希望能夠在這裡面 因為剛剛黃老師提到就是談開放 或許可以找幾個點下去談一下 開放這個概念從哪裡來的 從西方來的 那我們台灣是不是也可以有台灣 開放怎麼會是從西方來的 之類的 我只是這樣想像 它是怎麼樣出現的 然後我們台灣是不是有自己的那個開放的觀點 因為像我自己現在在新樂園那邊也是做在地方研究 對 像因為以我在維基來講 維基一直來就沒有在地觀點 OK 對 了解了解 開放書經就有啊 上書裡就有開放 怎麼會是西方來的 對啊 那我們台灣這邊如何產出本土的這種對於開放的理解跟論述 當然也不是說我們都要用上書了 我們借他要用很多文化 對 OK 好啦 這個是我會想像可能在談我們講合衛開放也好 是談 不管各種技術名詞 剛剛提到的民族 然後 或者5G啊等等 其實 然後這次最高的贊助也是5G辦公室 然後在裡面談一點跟5G有關的這些都會說 好像也是蠻有意思的 不錯不錯 談5GOK啊 談辦公室也OK啊 談辦公室好像也蠻有意思的 對對對 這個微軟辦公室好像也沒贊助 那就是要談有贊助的還是他沒贊助的 他們現在變成這個從辦公室365變微軟365 對 所以 這個是我這邊主要對於 那個 這一場的一個想像 因為最早最早 我也是 最早最早我會想說看到這個也是因為我參加博偉辦的那個大雷台 對 是大雷台 對 其實我最早最早有一個想像是把這個做成一場大雷台 所以我才把錢子去寄給塔克斯卡 對 我有看 我有看啊 但是我們可能就會在同一邊邊吵不起來 喔 現在是這樣 對對對 會比較尷尬一點 沒有比較尷尬 我們就會支持彼此論點 就一路三個小時 那也蠻有意思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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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其實 像COSPA 圈內的人其實能 能講類似的東西的人 或是 能聊類似的東西的人 就沒有太多 對 那就反 那就反而會成了一種就是 欸 技術人派技術人 產不出論述 他論述那邊太多論述 可是沒有技術 對 對 那其實 這樣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以我自己的感覺 了解 不過產生論述也是一種技術啊 喔 對啦 對 不是只有IT技術才是技術啊 民主也是一系列技術 對啊 就是 我對這一部分 那不知道 兩位老師 請 因為我覺得 欸 就是說 我對開放這件事情 其實 其實為什麼會覺得 特別感興趣就是 嗯 因為開放這件事情 其實他本來就 照理說沒有定論 嗯 可是他 他如何把這個沒有定論的事情 可以跟技術的思考 其實連在一塊 因為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其實開放是要有技術的 而且開放的意思就是沒有定論 對對對 就是開放的定義啊 應該是這樣 然後你剛剛提到那個上書上 其實很早就有提到開放的 那我在想 就是說 那個 一方面中國文化的 嗯 他 他產生出來的一些看法 對啊 然後另外一個我在想 就是說 我在想 這是亂想完全沒有跟 沒有問題 欸 台灣的開放 其實 我覺得 首先是 為了生存 嗯 也就是說 當這個地方 嗯 欸 要靠大自然的 很多的材料 或資源來生存的時候 那其實為什麼要開放 其實可以生存 嗯 因為 從壁起來其實 嗯 是哪裡生存 對啊 確實 所以我在講 而且開放跟 你們這一個大會 本來的一個 欸 方向基調 就是 有關係的 對 然後 比如說像 我一直 在想 因為 很特別就是說 欸 基隆市文化局 比如問過我 就是說 欸 現在有一筆經費 然後要來做5G 是啊 然後我就想 哇 那不是要先有一些基礎建設嗎 要不然 那一個所謂的那個 嗯 說至少5G要收得到訊號 然後這個訊號要 比較一般的基礎建設 對 然後不要到一般斷掉 對對對 可是 問題就是說 我在想一件事 就是說在基礎面 當然是 這個 在時間上面 不會產生類的 沒錯 這樣的一個關係 可是 如果是到了文化面 假設在一個城市 是 在一個城市裡面 我就跟 基隆市文化局提到一件事 我覺得 如果要做5G的話 必須要在 城市空間裡面 實現它 意思是 不是在高山或海洋 對 或不是在美術館 啊 不是美術館 不是美術館 你在美術館裡面 其實基本上 其實它很難得5G 馬上 讓觀眾 理解5G 而且你在美術館 光鮮就簽得到 光鮮將會擺比5G快啊 對 到底要5G幹嘛 其實現在很多美術館 其實光鮮的能力都還 都還比較優先 對 那 所以我覺得 到底如何去想像那個5G 就是說 如果有一種無縫的 沒有lag的生活 它可能是怎麼樣 然後 可是在這個沒有lag的生活 它又不是勞動的問題 對啊 因為 勞動無縫的話 非常的可怕 嗯 沒錯 沒有休息時間啊 對對對 就是Permanent Work 是 所以我覺得其實 5G它一方面其實也有這 它 一方面是一個技術 帶來的一個可能性 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實是 其實它是打開了一個問題 而不是 確實啊 以前都可以說 我在等高鐵上不能回你電話 現在不能這樣講 現在很順暢 對 因為我記得好像 然後 是黑鏡裡面嗎 他不是跟一個人聯絡 然後 原本是線上的 然後覺得 他那個主題他不想談 對 他就假裝定格 對啊 他又假裝定格 對 對 裝不起來 因為你細微的表情都會傳過去 是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所想像的生活會怎麼樣 嗯 這很棒啊 但是這個要怎麼從開放聯過去就是 這個中間那個橋接的路徑有點差 嗯 是真的 就是說 我覺得開放聯道民主好像比較快 對 開放聯道民主還比較順 對 開放聯道民主比較快 然後 然後 我覺得到了民主的時候 就是說 我覺得在技術上面 因為 他會常常在討論就是說 數位如何帶來正義 對 數位帶來民主 那我會覺得其實 5G裡面 當他 可以那麼順暢的 通訊的時候 那 人跟人之間的那個平等的權利 對啊 會在哪裡 所以就是社會正義 從民主到社會正義 是 從民主再去勾 5G的議題 對對對 對 那 這不是中間還是要隔一個社會正義 就是 平等 然後平等之後才是5G 我這樣才 才比較連得到 所以 也就是在那樣的速度跟傳群裡面 平等到的意味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嗯 好啊 那 對 所以這個 會是 我的想像 然後 當然回到台灣 我覺得 就是說 嗯 因為我自己 關係的問題 有很大的脈絡 其實來自於知名 對啊 然後 然後 可是為什麼會提出潛質 就是我覺得 其實 其實已經很多人都在努力的 去職 或者解職 可是我覺得 他很根本還是沒有解決 當然 那根本的問題 就是 大家都想要發展 跟繁衍 然後 發展跟繁衍就會產生擠壓 嗯 那 我就在想 那台灣 他的規模 有沒有可能給出一種 比較少擠壓的一些 model 對啊 嗯 所以abundance 這個比較豐富的 對 因為台灣在整個亞洲的位置來講 嗯 我覺得 台灣 台灣人的那種知識上的素質 或者規範 他不一定是最 好像一種最符合標準或怎麼樣 嗯 可是其實 台灣有一種特性 就是他比較沒有這個社會固定要有的一個 一個國際 其實在政治上我們也不用想 東克塞爾 日內王 北京還是誰交代 是 然後 然後關於性別 還有關於宗教 其實台灣是 多遠的 多遠的 對 那我們如何把這些技術跟我們這些台灣的特質 嗯 如何去做一些有趣的 model 這個部分其實會非常 欸 有意思就是說 我們通常不會把技術想到跟性別有關 對 想到跟宗教有關 是 可是我會覺得其實 這個是在一個社會原本的分配裡面 可是我覺得藝術有可能 因為藝術本來就是 確實啊 去做一些 這個社會不大需要的時間 就是 他們生存不大直接需要的時間 就是我在那個北美館跟那個 鄭淑利跟那個POPCR都有 有談過這個題目 對 因為他們為你死雙年戰 就是做這個題目 對 這個我覺得很棒 嗯 然後 我覺得台灣在很多的方面 可能在別的國家都還有一些 限制的狀況 等一下其實台灣 可能可以從藝術來 開始想像這件事 雖然藝術圈裡面其實 還沒有太多人 目前能夠去處理這個面相 因為技術的門檻 OK 可是像那個應該是 姚瑞中還是那位老師 在這邊不是辦了一個 Republic of Scenic 對 他就是專門來挑戰這個東西 對 沒錯 然後 只是說 在他那邊其實那個技術的 你關聯性 嗯 比較沒有那麼 除了煙火之外 對 那個充氣坦克也很厲害 對 至少不是寫城市 對 OK 沒錯 所以 如果是這些的話 我會這樣去想 然後 然後我在 我在最近其實我幫北美館寫了一篇 然後裡面其實在講那個跨領域 那我是回到80年代的時候去思考跨領域 然後我就在想就是說 我們原本的跨領域都是 都是把既有的領域去做媒合 對 然後去合作 那只能說是多領域 對對對 那其實比較像是連結 multiculturalism 對 transculturalism 對 然後我其實會想說 其實 嗯 我們現在到了 到了這個時代 在這個基礎環境 然後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們都在講deep 對不對 就是因為它跟智能有關 對啦 那有沒有可能 今天的跨領域其實它是一個deep的問題 而不是一個水平擴張 沒錯沒錯 就是現在找到共同地下金的脈絡 對對對 很棒 大概有 大概有講的 OK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 我聽到 所以我們開場就是coastcap的那個O CO的那個O 先講open 對 然後呢講到open之後 就要講open它的source 什麼open source是什麼 原來是民主 那所以就是open 為什麼我們可以講open 那當然是因為這個社會 有一套制度 這套制度是建立在這個社會的方向 是大家多元的討論 來決定的嗎 如果是由上而下的open 那個也不能叫open 最好比方說我們說人民對政府透明 那個也是透明嘛 但是大概不是我們一樣的那種透明 這個我們去新疆一下就看到了 那所以就是來確認一下我們講的開放不是新疆那一種 然後接下來就是因為講到了democracy 所以就要討論說 那但是目前沒有發生能力的人怎麼辦 或者是說沒有發生能力的人 他是不是就是前意識上面的就必須要先選到現有的多種選項之一 他沒有辦法有自己的選項 那這個就是平等嘛 以及社會爭議的部分 然後就來講說 那我們現在不是所謂5G的時代呢 他到底是讓我們剛剛那個平等更不平等 可是他有這個打破這個不平等結構的潛意識的這個可能性 那所以就5G的解放神學 對不起 解放變磁學 我覺得走到解放神學更棒 好那ok 那然後接下來就開始討論plurality 就是說多元文化 多元交織性 或者是剛剛講到的跨領域等等 大概都可以在後面這邊來處理 那裡面當然藝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說steam 那到底為什麼在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這個都是close cover的強項 中間 而且literally中間兩個字幕 兩個字幕中間 硬要插一個印術進來 變成steam 對 那為什麼呢 那原來是因為要這個 鼓勵這種創造力 而這個創造力不是浮面的 把東西連起來連連看 但那種創造力 而是往比較深的部分去看 說原來這些本質是相類似相同的 可以看到新的可能性 這樣子的創造力 所以大家接在這個方向 是 OK 這個完全沒問題 三小時很容易 12345 六個題目 所以每一個題目半小時 OK 那就這樣子 六個題目 稍微可能20分鐘 最後有一個時間 讓大家大再問一下 你不是中間都要讓大家提問 還是沒有 要中間都讓大家提問 這個就是我也想問的 每一節 這個也是我也想問的 就是說我們其實是六講 然後每一個過程裡面都開放大家提問 這樣比較好 可是 因為我猜你如果最後才提問 前面提問的人都走掉了 對對對 事實上是六批人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確實可能 化成六塊 因為我們是 我們從 12點55分開始 對 那前面可能有 大概 5分鐘的這個 緩衝 對 事實上其實從 1點開始 那我們從第一個 Session 從開放 對 1點到大概 1點25左右 然後 然後 大概 25左右 這中間 25到 30分 所以你留5分鐘 對 還是我們中間用類似slido 去收集大家問題 然後我們花 20分鐘聊天 10分鐘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這樣也是一種 對 對對 因為我比較 就是說 之前會碰到一種現象 就是你折了5分鐘 第一個拿麥克風的人 他就跟你講了3分鐘 對 他問你很差 對 對 對 這個辯證法 我們剛剛講的都先 summarize 他才能問出問題來 我自己也當過這種聽眾 所以 我的想法就是 那是不是我們一面講 就一面開放大家問 但是不一定要投影出來 那等到就是 Transition Point 就是我們先聊個20分鐘之後 大家的問題就投影出來 但是老師 如果有這個手機 或平板 或什麼的話 可以先看大家問什麼問題 還要玩俄羅斯方塊 你知道下一個 掉下來是 什麼東西 可以稍微預測心理準備一下 好 應該要特別的 APP嗎 有一個叫Slido 這個我們到時候會處理 我會開 我會開 我今天就開就是GainOcean 然後我沒有投影機對不對 有 所以我要投Slido 或要投筆記都可以 都可以 不過是HDMI 所以都可以 那就可以了 好 我沒有問題 對 我沒有別的問題 這樣好 好 黃老師這邊呢 欸對 欸 因為我不曉得 我們今天討論的形式會是什麼 然後我就稍微分享一下 好啊 我原本 我之前其實有 因為在別的演講 所以 所以我曾經 就是說收集過幾個小的 很小的短片 很好啊 一個是那個 就是賈博士他的介紹 然後MAC 就是賣金塔電腦 1984 1984 然後1984年 其實Apple也委託那個 Ready Scott 他拍了一支 我知道那個局 這個廣告 然後後來 對對對 來 然後 其實另外一個是 一個法國導演 拍的 2084 2084其實他就在講說 1984勞工已經沒有希望 所以他說 如果要談勞工的希望 必須要談100年以後 所以他拍了一個2084 OK 然後我就其實 有這三支影片 這是YouTube嗎 還是 YouTube上 有 可是那個 Chris Marker的 他可能沒有 英文字 他可能不一定有字幕 是嗎 可是 應該可以找到影片 YouTube上 因為如果是YouTube有的話 前面兩支YouTube都有 我們接HDMI直接播就會有聲音 沒有錯 對 然後 那個 只是說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要在什麼時候播 不然到時候 可能 可能會稍微有 沒有 你一提到就播 沒有 你一提到就播 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其實 因為你知道賈伯斯在介紹 跟那個 瑞德里斯康德的那個 廣告片 對 他們其實都在講說 我們不會回到1984 其實是那個 蘋果會保障我們的 隱私啊 自由啊 開放性啊 之類的 對 不會封閉成一個 一個 健康社會 好啊 那還是 你會自己帶筆電嗎 還是怎麼樣 你會開場嗎 對不對 我那天會做一個 可能是我 或是建勳 就是另外一位策劃的 做一個簡單的開場 好啊 對 那一天在 十二點五十五前 有大概 十到十五分鐘的一個 就是換場的時間 對 那所以先接你的電腦嗎 然後 還是怎麼樣 先接我的電腦 我看老師這邊 看老師這邊怎麼樣 因為如果你一開場就是影片 那 那這是最簡單的 對對對 這是最簡單的 因為你講到一半 大家一面問問問題 你又切換回影片 那個tempo就有點奇怪 所以我在想 有沒有可能就是 一剛開場的時候 就是放賈伯斯 跟那個 所以如果一開場就放 就應該是你的電腦放 可以 然後放完之後 HCM先再給我 那就 對 就分成兩個很乾淨的放 對 那所以 前面三部影片 都一開始就放 兩部 先放兩部 第三部就需要的時候 再放一下 對 兩屆 那到時候可能 要再給我那個影片 對 這個就前來洗時間 對 這個就前來洗時間 對 這個 就在前面我們一開始 我可能會先前來開場完之後 對 然後就放影片 沒錯 然後放完就再 放完之後我們兩個就開始聊天 對 OK 好 那在最後 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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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應該大哥 事實上是這樣 沒有問題 對 好 差不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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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 到現在 我們還是不知道明天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開放現場提問 所以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三分之一是聽眾決定的 沒有錯 對 那就 感謝兩位 好